5月2日张家辉 张学友 苗小伟 张可怡及陈慧林等一众演员 在九展出席电影《压低槽》首映里 这是由张家辉主导的第一部警匪打斗片 张学友刚刚结束台北演唱会就回来捧场 两人一碰面便像开闸的水一样相互挑赶起对方来 说到外号 扎扎辉在内地走好一室 家辉表示不会介意 便对此也做了解释 我都不介意的 因为我都知道我看他们的微博 他们都解释过 都不是一些 没有贬意在里面的 他们觉得好玩 亲切地叫了一个名字出来的 当然我自己不会鼓励鼓吹你们 我就是这个名字 其实我都阻止不了 他们喜欢叫有多少开心 都是这么叫的 三哥苗小伟之言 跟张家辉不是很熟 但对方是自己非常欣赏的演员 这么多年来都没有机会合作 而今次受到邀约后 立马就答应出演 他差不多每一个拿奖的电影我都有看过 我很欣赏他的 因为你看到家辉的进步是一年一年的进步 一部戏比一部戏好 那这一次他做导演 我觉得我必须要答应他了 那当然是一不容辞 陈慧林则称自己开演唱会时 张家辉全程称偿 这对一位歌手来说 是很受鼓舞和感动的 所以今次必须前来支持对方 我觉得他拍的戏种 就是很合我的口味 我也是很喜欢看那种鬼片 警匪片这种 所以这一次他做这个警匪片 还有就是加入动作的嘛 所以就很想看 Cheers 一切中国我们大家床挑逢 拜拜 拜拜 非法娱乐 香港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